0403地震的时候很多民众都反映说并没有收到国家级警报 对此中央既上署在昨天宣布 从9月1号开始会放宽现有的这个细胞简讯的发送标准 新增发放预估是规模6.5以上 而且阵度达到3级以上的县市地区的民众都会收到细胞简讯以避免漏报